特朗普 人家就上台了 我跟你讲 跟你所有的选战 所有的情况 三德斯放上左翼 我跟你说 三德斯现在的论点就是 一定要把中国打下去 我觉得现在的态度 他这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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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结束的就是 G20大阪峰会的期间 我们两个最重要的国家 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首脑会晤 双方同意 重启经贸托伤 不要再加征关税 那虽然不是理想的一个结果了 就是没有减 但至少不加 也是个好消息吧 你们怎么看 川崎会之前 我觉得六月份 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们也稍微要知道 就第一个那个听证会 关于那3000亿的听证会 然后呢 就是 我觉得听证会 对特朗普的压力 还是比较大的 原来他期望 这个能够得到很多支持 美国商会先跳出来 反对 然后呢 他沃尔玛就集了 差不多600多 为啥公司吧 就是不愿意再加关税 然后他们就 大概算了一下 这3000亿啊 慢慢就会影响你的菜囊子 因为这有40%东西 是最终消费品 所以我要到商店里 去买的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加 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要注意 就是说 六月份是一个 很大的转折点 在这个贸易战的问题 美国大选 现在已经慢慢开始了 6月18号 等于是 它已经开始宣布 要参选了 然后现在 民调很多都出来了 最近的民调 对特朗普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它铁锈第一代 包括美国 还有那些农民的州啊 11个摇摆州中 有10个特朗普的落后 有的落后到两位 是百分之十几的落后 那个落后 民主党的这个拜登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 能够 其实这次他们俩 坐下来谈之后 主要是两个嘛 一个是停战 一个是接着谈 具体的实在的 有一点我是比较意外的 有一点什么比较意外 就是说 特朗普就那么爽快的 答应下来说 这个对华为的制裁 这个限制要放松 但它后面有一些 这个附加条件 包括不要影响 这个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 当然大家都在解读 现在到底哪一些东西 卖给中国 哪一些卖不了 但我觉得是 美国现在很多科技公司 其实也给他们很多压力 对 这些科技公司 你不要看 中国华为 包括中信 这些像美国买的这些芯片 像美国很多科技公司 从20%到60% 高通60%市场在中国 你说你一个企业 毛利20% 30%的话 你营业也要少个 20%到60% 我没法活了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呢 也只能说 就是从之前的 这个做了11轮的 这个贸易谈判 磋商 开始继续 继续很多讲到了 回到了去年的这个原点 就回到了这个12月份 去年基本上 我认为 也还不一定是 回到去年的原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虽然说 这个贸易和谈 继续磋商 特朗普受到 这个国内这个选情的 各方面的因素的 这个限制 他也开始逐渐的 打出他的牌 逐渐的开始 来所谓的让步 那么 而且这里面 还有一个让步 除了这个方面 我们刚讲到让步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次 这个习主席去了 去了这个朝鲜 跟这个金正恩 谈完 谈完以后 回来以后 我们马上促成 其实这个 你看 这个习特会 谈完 这个马上这边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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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以后 就宣布这个 在板门店跟金正恩见面 肯定是我们斡旋的 对 如果我们没有斡旋 我觉得这是一个礼物 这是一个礼物 对 因为从特朗普来说 首先一点 他要看今年的 这个 他要明年大选 要看今年 整个一年的经济数据 现在美国经济数据放缓了 第二季度开始放缓 这是第一个数据 第二个 就刚才您讲的一个选情的问题 发生了改变 那么现在很多人开始反对了 就是你以前2000亿 加25%关税的时候 那时候阻力也有 不是那么大 到全部征收的时候 因为剩下是全部了 对 就弄完就没有了 是 这个时候开始 就很多人就开始反对了 这时候 这是第二 第三个 就是他今年的这个外交数据 也很麻烦 你像在这个 河内这个问题上 基本上就没弹成 闹崩了 对 那么这个是伊朗这个问题上 打压一架飞机 也没有动作 那么在这个时候 美国国内也有强硬派 各种东西就出来了 你特朗普 你看外交不行 经济不行 那你这个东西还能连任吗 对 所以他急需在外交上 至少就说 他找到突破 对 就是说至少要达到 跟去年一样的水平 你不能说比去年倒退了 对吧 你要在那个 今年2019年 你2018年 你要达到2018年的状态 所以他现在开始 在这方面 中国也可能送了一个礼物给他 那么这个礼物给他以后 马上你看 他马上这边就 就坐飞机就到韩国 马上就见了 中国不仅送这个礼物 中国还给他礼物 我看很多外媒报道 就是说马上要采购他 54.4万吨的大豆 OK 也是大让步 对 这是我 我觉得双方还是有诚意 咱们一直都是有诚意的 就是特朗普之前非常强硬 但是现在有几个特朗普的 就是与言语上的表达 和他的这个做事方式 我觉得特朗普现在有一点软 而且呢 软得还比较厉害 怎么讲呢 就是说真的选情对他压力很大 就是民调 他前两天把他几个民调干 我觉得选情是有变化的 就是你现在 现在你看 离明年 明年那个选 这个最终的投票 还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那你这一段时间的变数是很大的 而且他这个选情会反复的 这个我同意 就是说 讲这个特朗普特别不可预测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预测的 他一定是跟着选情走的 特朗普做事一定是跟着选情走的 变得也重要了 我就讲比较吃惊 就是说他竟然这么容易的 就讲对华为的这个限制放宽了 其实这个对华为的这个限制和遏制 是美国现在对华战略 遏制战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高科技国家的这些实力 特朗普讲过之后 美国其实我今天看这个美国国内 像特别那些右派的参议员都比 这些全部跳出来 这是哪行啊 罗姆尼前段时间差不多是一个多星期 两星期前他搞了一个法案 就是说国防修正法的修正案 他说咱们一定要把华为问题跟贸易谈判分开 特朗普不能把它做成一张牌 他们是肯看重这一点的 特朗普就这么轻松的把这个事情就是让步了 这不管怎么办 到底这样如何 当时它就让步了 没错 中美元首会面后 特朗普称他与习近平的会谈非常好 好于预期 并称一切正在回归正轨 面对翻脸比翻书还快的特朗普 我们是否可以相信呢 随后特朗普前往板门店与金正恩会面 这各中又是什么缘由呢 请您继续收看 应该说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变数 因为毕竟这个中美谈判两个大国之间谈这个一个史上最大的贸易之一 贸易协定之一 你确实要时间 你这个光协议本文本都好有一两千页 对 你这个谈成包括现在又有反复 到贸之前特朗普又加码等等一系列 库德尔说还六个月 对 所以说这个等于说这个还有一段时间 OK 而且这个我们要发现一点 就刚才讲到了这个美国的大选 特朗普是这样 如果你今天比较说六月份 或者七月份签了一个协定 对他明年年底的大选 影响大不大 不大 这个利好不大 如果是在今年年底 这个选战最激烈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大利帮出来 那这个对他这个选战就 选情就非常好了 就大利好 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就是说这个协议最后什么时候签 双拍一握手 一签一个团结的大会 胜利大会 给大家一看我们成了 这个点对特朗普是非常重要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未来的变数依然有 就是你看我们首先一点讲到 虽然回到了去年十二月份的原点 但还不是那个原点 为什么 去年十二月份 双方之间呢 在谈 这时候呢 就双方之间还是有信任度很高 两个老大之间出面了 然后谈了 那么到今年的这个六月份的G20峰会呢 就是这个信任度就比在十二月份的时候要降低了 我觉得退回到七个星期前的那个 对 双方之间 双方之间降低了 所以说现在应该说 这个未来的变数还有没有 拖的时间越长 变数越大 那么这次呢 美国这个 我记得是谁 又讲了一下 好像现在谈的只剩下 是木农心还是谁 说的只剩下90% 基本到了90% 库德罗 库德罗吧 库德勒说的 好 那么库德勒说的上90% 那就已经谈了90% 上10% 那就说不管是94还是90 那就说明就算之前94 后来分期扩大到90 OK 这10% 这10%其实说多也不多 说少也不少 但这10%呢 要说真的能谈成 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真的就双方真要努力 但要谈不成 那可能又开始 所以我觉得 而且特朗普现在你看 虽然是在六月份 他这个选情各方面就特不利 但这个选情有一点 就在我们讲的 这个所有的坏的消息的预期 是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一旦通过两个月的时间消化掉了 那美国人也开始接受了 这个下一步增加关税以后 对他的情况 或者产业链转移 导致他的关税 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增加以后 他已经可以 就是这个振动期过了 他又可以从其他国家 产业链转移 逐渐的这个商品 从其他地方替代产品进来以后 那么廉价的商品继续能够获得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能够消化 通过这个三个月到六个月时间消化掉了 那整个这个局势又发生了很大改变 而且这个改变 肯定是在现有的技术上 继续增加这个筹码 特朗普这个人是个 我们在之前讲过 他这个商人 他增加这个筹码以后 他就喜欢极限制压 你看跟朝鲜极限制压 跟伊朗极限制压 伊朗现在已经达到 就是伊朗现在这个主要的 这个领导人都说了 我们现在跟美国对抗 我们准备每天吃一顿饭 我们吃一顿饭跟美国对抗 这什么意思 就像我每天只吃米饭不吃豆腐 号召大家吃一顿饭 咱们买大豆腐了 这个说这个话的目的就是在于 基本上就要吃一顿饭了 每天吃一顿饭 那到一定阶段 是不是一顿饭都没得吃 那你就考虑这一点 就说明什么 他这个极限制压 就是对朝鲜跟这个伊朗 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 那么下一步就说 我们现在要看这个 下一步的这个发展 特朗普这个能够 靠不靠谱 我们经常讲到这个是特美普 对吧 经常说他这个大嘴巴 但是现在到一定阶段 他要受几个方面的影响 就他靠不靠不重要 他要有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选情 对 选民给他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他背后的 这个相对的相关的势力 你比如说这个强硬派 美国相当的右派 这个右派起来 就现在是这样子 为什么选特朗普起来 在美国政界来说 是有原因选他的 就老百姓选他 跟政界选他 都是有原因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现在回到一个保守主力 甚至一个往右转的 这么一个倾向 全球都在往右转 这个倾向是 存在欧洲往右转 美国也往右转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转右的一个大趋势 那么第二个 这个也势必导致的选民会往右转 因为这个国家的宣传机器 开动以后 整个国家就开始 各种的这种冷战 包括各种的东西 宣传就开始了 老百姓慢慢 老百姓是说实话 很简单 你怎么宣传 时间长了 就听你的了 这个问题 这又导致了选票的改变 我觉得这个变数也是存在 特朗普是一个 很现实的政治家 他很多算计 包括他这个贸易战的打法 我在想 特朗普对付中国 其实美国跟中国之间 这个矛盾的实质 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一定是全面对抗 主要是 中国和美国是主要竞争对手关系 但是现在有一些东西 不得不合作 这是美国的共识 中国是他们最大的 取代他们老大地位 最大的威胁 这是美国不管是 民主党共和党最大的威胁 我觉得他们之间现在最大的 这个差别在哪里 就是争议在哪里 就是怎么对付中国 是特朗普这种外科手术 似的动不动的上来就砍 你树 这个大树长得茂密 我弄 我马上就来割 还是像那个 以前奥巴马国的TPP 我觉得TPP有点像咱们中医的 就是框着它 同时也是 中医的疗法 就是给你温水 做青蛙把你根挖了 OK WTO你中国进来 咱玩不过你 咱再另起骨骚 我觉得现在来看TPP 还是挺阴险的 那我就是我自己觉得 TPP的这个威胁 要比特朗普搞这个 大刀阔斧的外科手术师的 这种冲突 可能效果更大 那我们看到在会面之后 特朗普还是去了一趟韩国 然后在板门店 跟金正恩握手 你们怎么看 这个突然不出现了 这个金特会 这个金特会 其实也刚才讲到了 就金特会 其实就是 应该说 我们也算给特朗普 算送一个礼吧 就是我们来斡旋下 首先这个中国 借助朝鲜半岛问题 斡旋 这是对我们中国 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这是体现出 我们在这个朝鲜半岛 事务上的主动权 第二个呢 我们也算给特朗普 算就是说 促进这个僵局打破 那你看我们积极主动的 善意的表达 善意表达 帮你这个僵局打破 而且这个僵局打破 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首先对中国 这个也有好处 因为你朝鲜半岛的核威胁 对中国是有威胁的 第二个对这个金正恩 也有好处 金正恩 虽然在齐特会 就是这样 核内这个不谈了 但你这个 这个有问题 你不谈了 下一步怎么办 信运 制裁 他需要投机武裁 他需要 制裁 你这个极限施压 朝鲜 这个 是 而且第三个来讲 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外交手段 研究中美间博弈 我们讲的 除了贸易战 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牌可以打 就说 大国博弈 你不是说 直接贸易上干 我可以牵制你 我通过这个 超越万岛问题 华世贤在我这 那你是不是 那通过这个问题上 你是不是要让步 那我要做出这个举动 你要让步 那我给你善意 你是不是也要表示善意 双方当然表示善意 这些人还是一个特别迷恋权力的一个人 所以他内心里对那些像普京啊 像这些叫什么的 像金正恩这种在权力宝座上能稳坐那么多年 其实他内心有一种迷恋 有一种敬佩 他喜欢教这样的人当朋友 当然如果在他手上解决朝鲜问题 那就是很多前任那么多总统搞不定的事 如果他总觉得他做生意什么都做成了 他总觉得他能搞定 就对他政治生涯他也好 另外他可能就能做第四位拿诺贝尔奖金的 拿诺贝尔奖金他不在乎 拿诺贝尔奖的这个总统是吧 美国总统 而其实跟这个金正恩在打交道的过程中 很多他的幕僚 包括他白宫很多人 其实是不是那么赞同的 他们觉得你是上了那个谁的当 文在寅的当 文在寅就是一个共产党 你知道吧 文在寅那就是老是要南北统一 然后呢就忽悠你过去 是吗 清北派 清北派 对对对 尽管这样特朗普还是上赶子要做的 所以这件事呢就是 其实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他们俩在那边握手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就是 做个秀呗 做就是做秀 就是上一次金正恩和文在寅握手 跨来跨去在三八线 就同样又远了一次 对对对对 其实特朗普远了一个老技术 那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契合问题没解决 到今天你还有什么进展呢 契合问题就你要谈的话 你最起码的一个问题要解决 就是说对无核化怎么定义 双方怎么定义都相差那么远 你先把这个定义搞下来之后 才能坐下来谈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中美经贸影响着全球经济 关税战打得全球都很疼 那么在未来 特朗普可能还会有什么杀手锏呢 面对他的出权 我们可以提前预防哪些方面呢 我们来听一听嘉宾怎么说 就全球的股市一定是影响的 这都包括中国和美国 那么这个包括这次的这个 为什么你看华为事件呢 其实我们讲的华为事件 本身不在中美贸易战范畴之内 这是硬生生多了一个筹码 但也很难分开 特朗普这个人就属于的商人 他就喜欢创造筹码 动不动 比如说我给你咱们俩做生意 我说100 你80 我说这个90 你说85 还是这样子 180 120 你90 那你怎么办 100 1到100 好 成交 他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他是加码了 马上加 你过再弄我就逐渐加 最后100 成交 按照我当初的计划 那么这个华为也是 当时其实华为根本是一个司法事件 后来硬生生扩大成为一个政治事件 到今天成为中美贸易的一个筹码 国家安全筹码 对的一个筹码 现在已经扩大化了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看到 就是这个华为事件 现在已经就是打响了中美 从贸易战引到科技战的一个号角 到科技战 有可能科技战的原因就是中美之间关于华为的这个什么 就是一个就科技主导权的争夺 这个高科技主导权的争夺的背后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 你讲现在我们讲三次军事浪潮的战争 第一次讲的以航母打击群 包括贝尔引擎轰炸机为主的大型作战平台 80年代90年代 那么到了21世纪以后 2005年的10年 美国开始构建网军 网络作战 稀奇化作战平台为主 以网络作战为主攻击 稀奇化作战 把所有的飞机加入到稀奇化作战 空海一地化 空地一地化 游海道路军散略 那你到了现在新一代的 包括2020年以后 什么到25年以后的战场环境 什么的 5G加人工智能 机器人作战 以这个以后 就每个人一个无人机 传说系统 以这个5G以后的发展 其实就是以后的 未来高科技战争的主导权 但是如果它是 那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话 怎么可能突然就能让步呢 它是这样 我刚才已经讲了一部分 我觉得就是说 打猫一战 也会跟打真的战一样 你说我派几个小分队攻这个山头 在真正打之前 你可以算计 所有东西就想到 但是打响之后 真正账况的发展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我真的打响了 经过这么多年全球化 供应链细分到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怎么才能切割 怎么打到你 尽量伤到我 这个人类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以前我们做生意都是 就是鸦片战争那时候 咱们卖茶叶卖什么 你卖鸦片 没什么交集的 不会说鸦片 这还在制造一部分 我再到你中国 再加工 再在你出去包装 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 你知道吧 这个到全球化 到今天这个状态之后 真的人类开战 是个什么概念 试了俩月 美国人受不了 中国也受不了 大家都不开心了 但是现在呢 这个问题 就是华为这个问题 有可能会扩大化 在现在特朗普首先第一个 他没有将华为这个问题 彻底解析 包括孟晚任务事件没有 还有个尾巴 他留个尾巴 他说了要带中美贸易 整个协定谈完 最后 最后 反正你贸易 如果协定谈完了 就可以 所以还有一个筹码 对 还有一个筹码 他首先纳入到 中美贸易谈判里面 这个就是 属于这个 就是贸易谈好了 这个就隐忍解决 而他目前还没有 把它纳入到国家安全 虽然现在来讲 国家安全有没有影响 对美国来说 国家安全是有影响 如果设立到 战略对手的情况下 那么到 甚至敌手的情况下 那他这个东西 他就系起了什么 国家安全的这个大棒 这个大棒系起来以后 那你不是华为 华为的背后 就不是说 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做生意财业链 你到那个阶段 到了冷战了 我们讲了贸易战 你看我讲了 贸易战完了 金融 科技战 科技战有可能导致金融战 金融战很快 已经开始了 这个战就可以 已经开始 三家美国银行 现在因为朝鲜制裁问题 现在已经 华尔街 华尔街邮报 已经放风了 放风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么下一战 金融战 跟日本打当年 就是金融战 日本完败 那么金融战 后面还有文化战 好莱坞的 话音权 文化战 开始投换进中国 还有政治战 一大堆 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全部都过来 地缘政治战 它这贸易战 只是中美冲突中间的一小部分 但是我们也没法知道 未来可能特朗普还会用什么招 因为我们目前主要就是这些关税 下一步可能有什么呢 它极限是压 刚才讲的关税 它剩下3000亿再启动 中美5500亿 5500亿稿 马上你所有清零 你所有中美贸易 基本上 但这个是伤人伤己 对吧 是伤己 但是你要看 你要首先看 我还是觉得根据选情来看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完全根据选情 不是百分之百 不是百分之百 选情也要改变的 因为国内左翼势力 你有再大的压力 如果国内左翼势力 搞起了整个美国人的右翼势力 开始搞起了美国 整个的 老百姓也开始偏右的话 那老百姓的选票就是 你跟中国打贸易战 我支持你 你不跟他打 我就把你选下去 你到那时候 就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他是这样 钱能解决不是小问题 你高估美国人民的革命觉悟了 不是这样子 也不能低估 现在美国大选 就是说 对中国强硬 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牌 这一点我同意 你要想大选 你必须要对中国喊口号 你必须要去搞中国 这就是以什么方式去搞 就是现在 就是美国对特朗普的很多 就是在野的人 对特朗普 包括民主党 不让特朗普跟中国签 对 他们就意思 你对中国要强硬 但是呢 不能让我们掏腰包 不能让我们的菜男子出问题 不能让 道理是这么说 我跟你说 你就举个例子 美国 我们一直在讲 美国左翼上台 三十年 到奥巴马是到最后一届左翼了 对 所有人都认为希腊里上台 对不对 对 没人认为希腊里 因为价值观体系 一直是左翼价值观 是是是 但是你要看到 特朗普上台了 人家就上台了 我跟你讲 跟你所有的选战 所有的情况 三德斯算不算左翼 对 我给你说 三德斯现在的论点就是 一定要把中国打下去 是吧 他应该最左的 是吧 前一段时间 我看人写过一篇报道 有些 有些 有些左翼跟右翼之间 为了选情来走的 说了狠话 就像克林顿 克林顿上台 直接把中国定为红色恶魔 对 来了以后就要干中国 结果他是对中国最好的一个总统 直接TPP 直接那个WTO 最后国代 拥有最后国代给中国 最好的美国总统就是他 所以你这个选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美 整个不是美国是这样 欧洲 英国投 导致欧洲现在右翼崛起 整个这个西方社会 发生的根本性的改变 我告诉你 根本性的改变 人家要找个敌人的 整个西方社会要找个敌人的 所以这个问题上 关税战有可能导致什么 最终导致就是新冷战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 不要从这个选民 从这个所谓的简单的这个 做生意 前两天 你这个你是杀人 前两天我看到 有人讲一句话 说希特勒说的 咱们没法考战 但是我觉得目前特朗普的处境 和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处境 还是比较贴切的 他就说 如果爱国需要加税 那么爱国者将寥寥无几 我觉得这个话 你是左翼的想法 我跟你说 40年来影响到现在 整个欧洲跟美国 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改过来 正在改的过程中 现在要找一个 要找一个对手 很简单 现在的右翼要找个对手 一旦右翼找到一个对手 那么这个东西就进入到 另外一个模式了 比如说 这个模式 所以我们非常要警惕的一点 就是新冷战 新冷战来临 到时候人家不是跟你不想跟人家玩 人家要跟你玩了 这个到时候你就由不得你了 所以现在这个关税点 我个人认为 现在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必须要签这个协定 怎么样一定要把这个协定签 这个协定签 给中国至少有三到五年的战略缓冲期 你签下来 你这个战略缓冲期 拿到三到五年 我们不管怎么样 咱们转型升级也罢 怎么国家各种这么东西 咱们至少把这个未来的贸易战 金融战 科技战 包括很多东西降到最低 我们这次走得很对的 你看 首先我们第一天 G20分会 我们习主席参加 首先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 中国对外宣布 加大力度进行什么 对外开放 讲出了 今年2019年新的 新的这个负面新单出来 加大力度开放 这个你姿态要有 你对全球说 不管贸易战打不打 我们的对全球开放 绝对有 我绝对不会走向 就要刘鹤总理副总理说的 绝对不会走向闭关锁国 这是首先第一条 你这个态度要表明 第二 你要实之计计的要进行 这个落实你的 落实你的改革和你的开放 那么这个开放 怎么让落实 包括你的自贸区要建立等等 一系列更多的自贸区建立 还有一个 就是你要进行落实 你的这个负面清单 要进行落实 而且我们 我们现在看到改革 给我们的时间窗口 真的非常非常少 人家到时候 假如说美国国内的 整个的政治势力 包括影响到选民的改变 人家记起大棒 到时候跟你 直接就给你加关键 不用跟你讲其他的 说你该怎么应对 所以这段时间 对我们中国来说 非常重要 我们不管你这个大棒 拿不拿起来 我们现在就要更大力度开放 我们先搞三连政策 跟全球先把自贸区先签了 我跟你欧盟 跟你日本 跟你所有的自贸区签完 你再怎么封锁我 你怎么封锁我 你还没办法封锁 但一旦人家 跟其他地区签完了 你就 你这个门就给你关上 大门给你关上 现在这个情况 对中国来说 是国运的失踪